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事件 兩位,一個星期很快就過了 香港,今個星期應該很開心 因為我們取得了三面奧運獎牌 香港的投資者,可能心情會差一點 一個星期之後,上個星期我提到 教育股有些問題出現了 股市竟然跌得非常之快和非常多 我先問浩德 浩德,這星期司機有甚麼部署,會否避開大跌市 上星期五開始,有個新聞在市場上有些震盪 關於其中一個行業,教育板塊、校外培訓、補習班 有些行業措施,令到相關股票大跌 進而引起大家有些擔心 在整個投資環境內,不同行業會否有新的政策方向 令到變數比較大,直接影響到很多行業的經營 以及相關的估值 這幾天,引發的震盪不小 包括指數的跌幅,基本上都很全面 成交是差不多3,000多億 大家都比較慘 跌市大成交,通常大家都會比較害怕 跌得比較多,都是投資者覺得 政策相關度比較高 整體來說 今週一兩天,跌得差的時間 跌到人民幣,也有少許走弱 其中一個,大家很擔心 會否引發投資者,大規模 骨牌效應 風險提升,大家覺得風險太大 匯報要更加高,所以股值會有下降 這個星期,出現了一個比較少有 幾乎悲觀的情況 私基金最主要是,之前相關政策風險比較高的行業 其實我們都比較小點 即使平台經濟,我們去年也看得比較好 今年,逐步減遲一點 無論是政策方向之下 大家都可能去配合一下形勢 由過往靠資本模式,靠創新 大家可能覺得國策上高 有一定的生存空間 高端製造,包括炭中和、光伏、風電、新能源、半導體 我們之前說過,社區務實一點 不是商業模式 不是靠壟斷去換取盈利 似乎是國家希望多些製造 多些有實特顯現的行業 你見到,今個星期 資金的流動,都是有這樣的傾向 我們稍後再講講實質上的私基金操作 詩先生,在社交媒體上看到很多關於你的文章的轉發 你寫了兩篇文章 評論,教育政策的改變 對投資者有甚麼影響 這個股壇事件是你真正自己的頻道 會否跟觀眾說,其實你的看法是怎樣的 其實,可以分開對實際教培產業的看法 然後再講,政府研管產生的後果 兩件事,我分開來看 如果考慮教培產業,是否需要管理 其實內地就講了很久 連習近平都開過聲說過 不過,之前沒有在股市上出現太大的波動 都下來了 我基本上都贊成,對教培產業有一定的管制 最主要就是,令教育的目標 從學知識、學習在社會裏面 如何做人的角度 變成單一化 就是,如何考試取得更高分 香港都是這樣的情況 我自己不算很認同這種做法 我的小朋友,是小女兒後期 跟著人們一起去哪間補習學校 要補習學校 我覺得,不應該這麼多人都需要補習 我們小時候,讀書,在學校,讀研究 我看見那些去補習學校,基本上,學校被取得出來,要讀書的答案 即是,筆記精華多於實際上去考試而做的學知識 我都不認同這個風氣 我跟她說,你去幫人補習,得益多於你去那些地方補習 我們小時候,幫人補習,賺點外快 我覺得幫人補習,很有用 對我表達能力,認識問題 都很有好處 這種扭曲教育目的的做法,我都認為不應該鼓勵 因為現在不是小部份人 而差不多是,成為社會風氣 還有,你有機會去校外,再去訓練考試技巧的人 有機會去到好的學校 這種做法,會對中國的階梯的流動,沒有好處 有錢人,買到校區房 有錢人,可以去補習 日島,好學校,普通農村出來的窮家子弟 政府已經給予免費教育,但不夠免費教育 這就造成對他們的不公平競爭 所以我認為,政府關注這件事 想去處理這件事,是沒有錯的 問題是,手術好像太急切 你真的做手術 事前,都要找多幾個醫生,看清楚甚麼事 哪個時間,開刀最好 開刀都要打麻醉真 未麻醉,便移動 所以,來得比較闖絕突然 這類型的產業,不是說,你不要做哪些地方 根本上,你們這類型的產業 就不要做貿易機構 做NGO 這是人家成立時,一早說明是牟利機構 亦上市,又招股 人家的小股民,又做投資 按照你公司的方針,公司的策略 公司的前景,是牟利機構的前景去投資 你一下子就說,以後不要責資 行業,其實已經發展了十多二十年 對普通投資者,對實際營運者 都是很大的打擊 當然,現在中國政府似乎覺得 股市的上落,是數字遊戲 最重要的是實體經濟 至於實體經濟,我認為這範圍是不妥的 切掉它,對社會有好處 這純粹從教育的角度去看 作為一個國家推出的政策 對投資者,對其他已經在住營運的人 會產生甚麼影響 其實是不可以不考慮的 如今,很多投資者都一時惡然 原來不可以做牟利機構 之前明明是牟利機構 如果要作出這麼大的改變 其實你一個要部署 另外對受影響的人,要有一定的賠償 我覺得應該是一種 以前被他自己搞的 以後說,你不要搞這些了 搞我,要你搞那些 你要別人搞你,賦予他的使命 你收購回來,你要做甚麼都可以 你將他國有化 原本不是的 如果你是買回來,你要他做甚麼都可以 所以某程度上,國內的效率實在太快了 可能大家都預計不到,可以快到一個地步 一日之內已經可以改變 這個改變,可能很多投資者都比較惡然 很多人都關心,外資投資者會否因為這件事 而令他們對中國投資或中國公司的投入 未來是有少少戒心 投資者最主要是看風險和回報 現在大家最擔心,教育版塊,校外培訓的整頓 或者改變,其實是單一事件 只是一個比較大規模的政策方向的變換 有些人擔心,所謂國進民退 或者國家指導方向,是優於私人企業的盈利 大家比較關心這件事 這段時間,未有一個很清楚的答案 當然,大家都是先沽為敬 市場行為比較短暫 當然,你見到這個禮拜 在市場比較差的時間 相關國內監管部門 中正監,有約談股票的市場參與者 希望平服一下 安撫下大家的波動心情 教育的行業整頓,是把整頓 相關的分量正 literally 並沒有全部門的行業都性 來舉辦 希望令大家比較悲觀的情緒 平日weise,我們停停 過去一段時間,在中國或港股的匯報,不是特別高的時間 再加上風險,短期大家會看得比較淡 詩先生,你會擔心投資者會對股市更加謹慎? 不是單不單身,基本上股市已經有行為表現 他對出現這些問題,是有顧忌 覺得不可測性太多 投資者,如果市場有預估能力,他才願意去 現在的問題,是無法預估 另外,他擔心,實際上不只發生在教育產業 亦在互聯網產業,亦在互聯網產業,亦受到影響 會否政府將來,重視製造業、實體經濟 多於重視金融經濟、服務行業 問題是,擺位將來是怎樣 大家對政府在這方面的定位不清晰 政府應該出來講清楚 例如,服務業,亦有社會功能 金融行業,亦有社會功能 如果你說,金融行業代表資本主義 我們就是社會主義,將來不要金融業 這是很大的事 做法影響大 但實際上,即使現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公司基本上,都是股份制 亦有私人公司,上市公司 亦有創業版、新創版 都是提供渠道,讓企業,在市場上集資去授生意 如果市場上,可以提供資金給初創企業 或者有扣司,但沒有資金的人去工作 經濟會發展得快 讓人們逐些儲存後才去工作 所以,即使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 都要有一定的金融業 不過,金融業的運作 可能與西方的金融業有區別 現在,中國很明顯想搞 現在,大家知道的,都不算很清楚 我覺得,要平復市民的心態 只是安撫不夠 你要有相對清晰的政策 這些政策,要與你的理論基礎 與你的社會主義 你自己建立到一定的關係 大家知道,這些是你的信仰 是你的基礎,不會輕易改變 現在就未搞清楚 方針很重要 內地的文章都說 由虛入實 中國可能想更加像德國 一些比較高水平的製造業 好得,香港有什麼股票板塊 其實是符合內地的方針或方向? 而私基金是考慮的,或者已經賣了? 我想,大方向就是 尤其是一些過往 依靠國外輸入比較多的行業 現在,大方向就是希望自主 最明顯是硬件科技 例如,人家制裁你 通常都是美國 其實都不是 美國只是指揮 歐洲、日本、其他國家 顧忌於美國的霸道 一聲另下,都會阻礙其多 硬件科技 過去兩年,大家看到的缺口 今年,國內已經明顯要做第三代半導體 近期,即使大跌市當中 其實,資金是去的 香港,當然是 大家聽過中芯、華雄 下個月,會被人制裁一次 國內,有很多公力半導體 尤其是,我自己看的比較好 國內有能力,能夠做得到 如果最高製程半導體 大家可以看到台積電 中國大陸發展,是後起的 雖然我們追得很快 但如果直接在最高端爭取 即電話、半導體、芯片 當然要求到 國內,因為製造業整體很大 甚至是,新能源車、工業產品、家電 現在用的電功率相關 這個需求很大的情況下 國內現有的技術,能夠支撐到 所以,國內的半導體都一直追趕 這個對於投資來說,是好的機遇 雖然整體是辛苦 但亦令這些行業更好 之前我們和先生說過 碳中和、新能源車 這些都是因為中國大陸的產業鏈 是夠強,兼且需求亦在這裏 大家估了一些新經濟、平台經濟等等 這些行業 流向一些實體一些新的製造業 甚至乎,汽車也是一個 國內也有提及過 下半年,這個汽車行業等等 其實,資金亦跟政策走向 這段時間,要趨吉比空 問題是原材料 原材料股,近期的走勢 都似乎逆市,沒有一點跌 甚至乎個別升 你怎樣看原材料股 如果剛才的製造業,在內地更加大規模投資 會否對原材料有幫助 原材料上游,都有很多不同類 從股民角度來看 當然,部份做得比較好的商品股 反而不是銅、金、一類傳統大的商品 其實他們都比較穩定 但你見到做得比較好的 跟我們剛才提及的關係 做得好的原材料,是鋁電上游 稀土 甚至部份是新能源車用到的菇 那一類商品或 commodity 其實做得比較好 由於整個行業發展 即新能源車等 拉動了產業的需求 由於短期的供求,不會提升得那麼快 所以那些商品做得比較好 所以這段時間 五、六、七月 一般的商品分化比較嚴重 銅博士,有很多商品領先指標 其實它不算很大的突破 但由於很多新能源或新製造業 相關所產生的需求 拉動了部份商品 價錢升得比較急 剛才浩德提到,晶片受到制裁 講起制裁 今週有一個新聞 就是,盈副基金最大的ETF 可能因為制裁關係 未來不會接受美國投資者的投資 先生,你認為制裁問題 會否長期困擾香港金融市場 美國要制約中國的崛起 當然會利用制裁作為一種工具 美國現在不可能一刀切 將所有制裁都加注於中國身上 因為一次過制裁,對美國也會造成傷害 所以,他們會準備好一些,又切一刀 準備好一些,又切一刀 所以,未來也不斷陸續有來 會困擾市場 但是,亦都要看中國的承擔能力 例如,之前貿易戰,很明顯 美國出了很重的手 最後,美國自己也承認,解決不了問題 還傷害了美國消費者 最後,結果如何呢 都要看實際效果 人大會修改基本法 令制裁法在香港,都會生效 如果到時會出現的情況,美國有要求制裁 中國有要求制裁 香港金融機構會比較難選擇 過去幾個月,都出現了 制裁相關人士的時間 究竟如何處理 參考經驗 香港銀行,根據地埔或營商 都是中國、香港的部分 當然,要跟回香港的指示 看哪邊生意多 譬如,銀行制裁很多 特首都沒有薪金出 銀行戶口不可以使用 現在,不只美資銀行要聽話 中資銀行,可能現在仍在跟隨美國要求 將來立法,制裁香港官員 或是香港親中人士的行為 如果跟隨美國這樣做 當你是通外 或是違背國家的政策 或是違反制裁法 那間銀行,就要取捨 如果根據中國要求,美國會怎樣做 都會試試試試看 如果所有在美國的生意,不要做 美國還叫所有在歐洲、日本、澳洲 聽美國之敵的地方 都不要做 那邊的生意,比香港更大 我就不做香港生意 那邊雖然一大片 都不夠香港一點,賺到利用多 他便放棄那邊做香港 這對企業有影響 但是,也可能制裁完美國 隻眼開隻眼閉,沒有第二步出來 這個要到時才知道 所以香港情況,都比較複雜 尤其是金融股 都要聽更多,在政策方針之下 究竟有甚麼辦法 大家可以避開一些打壓 買一些政策方向正確的公司 我們今日的時間到此 如果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 可以去我們的網頁 或是Youtube頻道 看多點我們的資訊 我們下星期再見,拜拜